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3月25日至28日访问中国已经被官媒证实 习近平与金正恩举行了会谈 分析认为金正恩此次访华已经及此将美朝关系当作政治筹码 向中方进行了讨价还价 新华社报道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于3月25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 报道说在谈到访问原因的时候 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成为领导核心并再次当选国家主席 按照朝中友好传统自己理应当面致客 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急速变化 从情意上和道义上也应该及时向习近平当面通报 据美国之音报道26日金正恩一行到访 会谈前的欢迎仪式是习近平在北京大会堂北大厅举行的 而过去欢迎外国贵宾的仪式 往往是在北京大会堂前面的广场上公开举行的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滬宁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等人 均参加了有关活动 这似乎是指他们分别同朝鲜代表团人员会晤过 这是金正恩首次访华 也是他担任朝鲜领导人以来首次出国访问 同时这也是习近平同金正恩首次会晤 此次陪同金正恩访华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 组织指导部部长崔龙凯 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 宣传股动部部长朴光浩 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 国际部部长李朱雍 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 统一战线部部长金英哲 朝鲜外相林永浩等人 日本财经新闻26日曾引述中方消息指 中朝双方今年初曾商讨金正恩访华一事 中方条件是朝方示意契合 此次金正恩访华 意味朝鲜或已经答应契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梁云祥 接受东网记者访问时则认为 金正恩会透过与中共会面 搬出美朝关系作为筹码 即此向中方讨价还价 而在5月与美国会谈时 预料金正恩也会以中朝关系作筹码 试图向美国谈判 近年来由于朝鲜频频进行 飞弹试撤集合试验 北京表面支持了联合国安理会 对朝鲜祭出了制裁 两国关系日渐恶化 2017年下半年 朝鲜国内开始宣传 中国是朝鲜的千年速敌 中共十九大后 金正恩拒绝接见习近平特使 但金正恩借2018年新年克辞之机 向韩国总统文在寅 示好与韩国改善关系 并及韩国总统文在寅 千千绝绕过中共 向美国总统川普提出会面的意愿 川普表示 为实现半岛永久无核化 定于5月之前与金正恩会面 韩媒称 为了美朝首脑顺利会晤 金正恩向美国做出两项承诺 包括停止开发洲际弹道导弹 并逐步废弃的隐藏筹码 及释放被朝扣留的 三名美国人等内容 针对日益紧张的中美贸易冲突 被外界传世习近平的博士导师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孙立平近日发文称 中国打不起 没法打 但文章遭封杀 针对日益紧张的中美贸易冲突 被外界传世习近平的博士导师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孙立平近日发文称 中国打不起 没法打 但文章遭封杀 孙立平近日在孙立平社会观察微信公众号上发表文章 谈及三点看法 1.贸易战是美国战略思维发生变化的产物 而国内的不明智的言行起了述发的作用 2.中国打不起 没法打 3.中方会做出大的让步 对于为什么中国打不起贸易战 没法打 文章称 我们经常说贸易战是两败俱伤 中美都输不起 但实际情况是我们更加输不起 对于这一点一定要清醒 文章分析称 那些细节上的优劣是无足轻重的 关键是如下几个因素 在资源方面 美国自然资源的秉赋 可以使得其在闭关锁国的条件下 也能发展相当一段时间 而我们的资源严重依赖外部市场 最尖端的技术大多掌握在美国手里 而我们要严重依赖美国的技术 我们的外汇绝大部分来自于美国 没有这些外汇 必须的粮食 石油 和芯片等都无法进口 美国有众多的盟友 离开中国 虽然经济也会受沉重打击 但仍有广大的市场 而我们则没有这样的条件 文章还称 如果贸易战打到极端 对于美国经济来说 至多是重创的问题 而对我们来说则是生存问题 而美国唯一的劣势是 国内反贸易战的压力 对于贸易战对企业的影响及走势 文章认为 这次的贸易战会以 妥协让步的方式来解决 当然 中国做出的让步会更大 或者主要是中国的让步 最大的让步是 履行加入世贸时的大部分承诺 实行更大力度的对外开放 文章认为 这个影响要比贸易战本身的影响大 对于企业来说 也许是意味着某种机会 这篇文章出来后立刻引发关注 随后就被封杀了 中共左派官媒环球网 发文指责作者 仗还没打 就有人要割地求和 外界盛传 孙丽平是当年习近平 在清华读博士的论文导师 但习近平的法学博士学位及论文 自从他还是国家副主席的时候就开始广受质疑 人们质疑学位及论文的真实性 而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日前的质疑可谓 将质疑习近平学历的声音推到了另一高点 孙丽平多年前曾在某财经年会上表示 中共各级政府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授权作恶 使得中国已经沦为与法治格格不入的国家 他断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发生 中共如果错过和历史切割的机会 少则五年 多则十年 国家将出事 去年 北京清理低端人口 拆除广告牌 没改气闹得怨声载道 孙丽平曾撰文质疑 北京发生的所有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 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这里特别要提醒一去 搞不好 今年过年期间还可能出大事 持续数日的美中贸易紧张关系似乎出现缓解 双方经济官员正在私下洽谈 北京试图避免美国对中国系列产品征收关税 引发的贸易冲突 中共总理李克强重申对美企业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承诺 多位专家分析了美中贸易背后的实质问题 据美媒26日消息 美国财政部长努欣上星期 曾致信北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刘鹤 要求中国降低美国汽车的进口关税 增加购买美国的半导体产品 放宽美国企业进入中国金融业的限制 以帮助减少美中贸易的巨额逆差 美财长还考虑前往北京进行相关议题的谈判 李克强26日在北京中国高层发展论坛年会上发表讲话时说 北京努力避免与美国展开贸易战 他表示 中方愿与美国谈判化解分歧 并承诺北京将进一步对美国企业开放市场 为反制中共侵犯美国知识产权 川普于22日签署备忘录 要求行政部门采取三大反制措施 向600亿美元中国商品提高25%的惩罚性关税 向世贸组织控告中共的侵权行为 限制中起在美投资 随后中共的宣传工具展开大规模的攻势 高调指责美国不顾国际游戏规则打响贸易战 还引用所谓美国媒体和企业的名义反对川普的举动 称其得不到国内的支持 同时找不少御用专家谈贸易战 称只会让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对中国的经济损害只是GDP的0.1%等等 就中共在中美贸易冲突上态度的变化 澳洲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教授表示 其实中国现在经济上很艰难 包括外贸都遇到很大困难 现在经济下行 国内赚钱困难 很在乎外汇 而且外汇储备也是直线下降 所以贸易战 中共其实是很在乎 但他会说影响很小很小 他还认为 中共的宣传手法一贯如此 假借他人的名义来污名 声称川普得不到国内支持 其实川普的这个政策 有很强大的民意基础 就是美国这些年来 经济上的措施一直没有得到改善 需要某些震慑举动 来保护他们的就业机会 来保护他们的制造业等等 他分析说 中美贸易的粮很大 比如基辛格的家属 还有一些跟中国高层做生意的 包括一些高风险投资的 他们可能会反对 因为他们跟中共权贵资本有紧密联系 新的贸易分析和冲突 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意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安德森管理学院的经济学家 于伟雄教授则通过具体的数字分析 中共没有本钱跟美国进行这场贸易战 他表示 去年美国出口产品到中国 大概是1000多亿美金 中国出口到美国产品的总额为5000亿美金 中间相差3750亿美金 以中国GDP来看去年是10亿兆 假设最坏的情况是 中美双方之间不再有贸易了 第一个影响是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5000亿美金就没了 这等同中国GDP的4.5% 他说 中国出口还不只是这5000亿美金而已 背后还牵连到一大堆的关系产业 比如沿海的这些出口大城市 因为出口商都有雇佣劳工工程师 这些人下班会去购物等等 所以会延伸到很多相关产业 有后续效应 他强调 主要是中国的出口产品站的GDP本身 尤其是对美国的是很大的数字 美中贸易一旦开战 对美国来说当然也会有损害 美中西部的农民靠这些黄豆 大豆 猪肉出口给中国 但以整个国家来算 对美国的影响比较小 因为美国的GDP是18到美元 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总额是1000亿美金 占GDP大概只有0.5% 所以贸易开战的话 美国是小输小商 中国是大输大商 于伟雄表示 中共说川普的做法是保护主义 违背自由贸易原则 其实中共才是进行保护主义的国家 才是一个一直在违反自由贸易公平原则的国家 全世界名眼人都知道 中国其实是唯一一个要求外资企业到中国投资 要进入中国市场必须做合资 还要把技术移转出来的国家 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 其是其他贸易国家的政策 这是对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侮辱 就世贸组织25年都没有对中共做出一些制裁动作 他表示难以理解 世贸组织是一个国际贸易仲裁机构 目前拥有164个成员国 川普近日批评世贸组织说 实际上对我们是灾难 它非常不公平 川普承认签署的备忘录是绕过世贸组织进行的 因此一些贸易官员认为是世贸组织在对付中共时不给力 被川普降格 边缘换了 中国著名独立经济学家龚胜利表示 川普签署的被忘录的那种只是初步的举动 现在就是在打嘴仗 而中国对美国做出100多项农产品的反击 数量很小 才30亿美金 这对美国是九牛一毛都没有 他分析 因为他的农产品只占了美国3亿人口当中 大概6%都不到 美国农业人口不到10% 现在中共做出的反应对美国不会伤筋动骨 美国需要中国的日用商品 但是日用商品不值钱 美中真的贸易战打起来 日用商品可以从东南亚地区 印度很快补充 他强调 美国要的砝码就是要中国减少逆差 不减少逆差 川普是不会让步的 这是双方贸易战的目标跟目的 贸易战有三个阶段 最初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对双方的商品增加关税 川普的贸易备忘录目的很明确 一个我罚你600亿美金 第二个减少1000亿的贸易顺差 减少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1600亿 这是3721亿的一旦都不到 三分之一多一点点 川普改变的是一个格局 他进一步分析 如果没办法谈判的话 贸易战打下去的第二步可能是两个国家的 贸易规则之战 我规定你怎么走 你规定我怎么走 双方就斗起来 斗到最后就是禁售 他举例 比如中国禁售美国的波音飞机 美国禁售中国的铁矿 石油 芯片 芯片是中国的死结 因为中国现在没法研制高终端的芯片 还有中国是全球的钢铁大王 包括美国 欧洲 日本 俄罗斯加在一起的钢铁生产都没有中国多 因为中国的铁矿是从国外进口的 比如从澳大利亚 墨西哥 巴西等 如果禁售的话 中国钢铁厂再多 没有铁矿也练不出来 他表示 如果川普真要打贸易战的话 最后就是货币战的决战 现在美元大概占全球货币的61% 欧元33% 人民币大概是1.48% 美元是全球流通量最大的货币 可想而知 全球61%的货币打现在1.48%的货币 这是大象和老鼠级别的贸易战 就没得打了 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考显领导人金正恩于3月25日至28日访问中国 已经被官媒证实 习近平与金正恩举行了会谈 分析认为 金正恩此次访华已经及此将美朝关系当作政治筹码 向中方进行了讨价还价 新华社报道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于3月25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 报道说 在谈到访问原因的时候 金正恩表示 习近平成为领导核心并再次当选国家主席 按照朝中友好传统 自己理应当面致客 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急速变化 从情意上和道义上 也应该及时向习近平当面通报 据美国之音报道 26日金正恩一行到访 会谈前的欢迎仪式是习近平在北京大会堂 北大厅举行的发表文章 谈及三点看法 1.贸易战是美国战略思维发生变化的产物 而国内的不明智的言行起了述发的作用 2.中国打不起 没法打 3.中方会做出大的让步 对于为什么中国打不起贸易战 没法打 文章称 我们经常说贸易战是两败俱伤 中美都输不起 但实际情况是我们更加输不起 对于这一点一定要清醒 文章分析称 那些细节上的优劣是无足轻重的 关键是如下几个因素 在资源方面 美国自然资源的秉赋 可以使得其在闭关锁国的条件下 也能发展相当一段时间 而我们的资源严重依赖外部市场 最尖端的技术大多掌握在美国手里 而我们要严重依赖美国的技术 我们的外汇绝大部分来自于美国 没有这些外汇 必须的粮食 石油 和芯片的消息指 中朝双方今年初曾商讨金正恩访华一事 中方条件是朝方示意契合 此次金正恩访华 意味朝鲜或已经答应契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梁云祥 接受东网记者访问时则认为 金正恩会透过与中共会面 搬出美朝关系作为筹码 即此向中方讨价还价 而在5月与美国会谈时 预料金正恩也会以中朝关系作筹码 试图向美国谈判 近年来 由于朝鲜频频进行飞弹试射极核试验 北京表面支持了联合国安理会 对朝鲜祭出了制裁 两国关系日渐恶化 2017年下半年 朝鲜国内开始宣传 中国是朝鲜的千年宿敌 中共十九大后 金正恩拒绝接见习近平特使 但金正恩借2018年新年特辞之机 向韩国总统蒙在吟示好 而过去 欢迎外国贵宾的仪式 往往是在北京大会堂前面的广场上公开举行的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等人 均参加了有关活动 这似乎是指他们分别同朝鲜代表团人员会晤过 这是金正恩首次访华 也是他担任朝鲜领导人以来首次出国访问 同时这也是习近平同金正恩首次会晤 此次陪同金正恩访华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 组织指导部部长崔龙凯 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 宣传股动部部长朴光浩 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 国际部部长李朱雍 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 统一战线部部长金英哲 朝鲜外相林永浩等人 日本《财经新闻》26日 曾引述中方与韩国改善关系 川普表示为实现半岛永久无核化 定于5月之前与金正恩会面 韩媒称为了美朝首脑顺利会晤 金正恩向美国做出两项承诺 包括停止开发洲际弹道导弹 并逐步废弃的隐藏筹码 及释放被朝扣留的三名美国人等内容 针对日益紧张的中美贸易冲突 被外界传世习近平的博士导师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 近日发文称中国打不起 没法打 但文章遭封杀 针对日益紧张的中美贸易冲突 被外界传世习近平的博士导师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 近日发文称中国打不起 没法打 但文章遭封杀 孙立平近日在孙立平社会观察 微信公众号上